阮症是过来的十大死因之一 其中在着灵感的患者 大多数都是他路上为主 但是不要叫是阮症就没在着灵感 医生表示 阮症的比例大概是两百的患者 里面就有一个阮症 让阮症朋友 如果发现状况 也要趕快来接受治疗 医生是来教大家 要如何来组合检查 以下来介绍一下 简单的自我检查方法 一般女性同胞只要在月经周期过后 七天左右 乳房相对比较松软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在洗澡的时候 手上可以拿一些肥皂水 然后你可以从乳晕开始 顺时针检查也好 逆时针也好 或者是说 沿着把乳房当作一个中面 十二点钟 三点钟 六点钟 每一个点钟方向 都做放射状的检查 这也是一个方法 最后乳晕的下方要特别再检查 然后包括轻轻的挤压 乳头看有没有什么分泌物 任何异常就要建议一定要回诊到乳房外科门诊 医生表示 会变得乳房并不是只有只一件原因 会造成乳房的原因有很多种可能 变成是喝酒不通过量 都要常常运动 对乳房恋爱的发生是有很多的帮助 乳癌的原因其实是多样性 很难说单一原因 那从西方跟我们的研究 除了基因有一部分影响 那荷尔蒙有一部分影响 连那个喝酒少运动 都都都有人研究的报告 那大大致上是是散在性 也就是说很难是单一原因 除了刚刚上述的原因 所以它是多发的 那我们平常多运动少喝酒 那最重要还是要定期检查 因为我们很难保证说谁不会生病 我们只是希望生病的时候 能早一点知道 这是预防的观念 也是筛检的一个概念 医生表示 任何异常就有越生才会有的帮 虽然比例无关 但是也会发生在在南省生活中 让有南省朋友不通亲口 男生也有可能得到乳癌 那以我们国人的比例来讲 大概是200比1 也就是说200位女生的乳癌患者 会有相对于有一例是男性的乳癌患者 那男性乳癌患者一般都偏中老年人 都五六十岁之后 但是一般来讲 我们临床看到的男性的乳癌 来都会比较晚期 因为男生可能比女生更会及记忆 他们都会觉得来看乳房外科 是不是很光彩的一件事情 事实上这个观念是错的 临床上比较来常看到是一些 小男生的成长痛 那这有时候跟饮食有关 只要教育家长跟小朋友就好 那对于那种男性 特别是中老年的男性 如果摸到是那种无痛的硬快 也千万不要汇集机 要来我们的乳房外科来就医 然后做一些适当的检查 医生表示 这条两个病没可怕 在算是到第四季 只要对自己有信心 尊照医生的指示来治疗 也是会当真有效来控制 但是最重要的 也是要定期做检查 探査发现探査治疗 新中华新闻创丁青 六甘 蔡凤博德 中华新闻创丁青 中华新闻创丁青